淡水因为开港的关系 这里保存了许多欧式的建筑 不过其实淡水也是拥有不少日式建筑的 例如近年才开放的多田荣籍故居 旧式古籍博物馆当中 难得一见的日式建筑古籍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 不少日本商人纷纷渡海赖台经商 曾经担任淡水街长 热心公共事务的多田荣籍 旧式其中一位 如今它的故居已经开放参观 那多田荣籍它其实占地是140坪 主建筑只有28坪 也是我们在洋人区域里面 唯一一个日式的建筑物 那这个多田荣籍其实您可以看到它的特色 它其实地基是台高 那淡水及气候潮湿 它其实有通风防潮的作用 那用的木头其实都是块木为多 那其实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锁在地方叫做前原侧 其实也是所谓的前阳台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观看淡水很漂亮的景色 多田荣籍故居是淡水少数 保存完整的日式施载 民众除了可以在庭园游览 也可以入内参观 并且借由每一间榻榻米的数量 来判断不同房间的大小 那从客厅的榻榻米 可以感受到其实有8块 就可以看到那个空间是比较大 那在主卧室里面 它其实是有6块 还有另外一间空间比较小它只有3块 青春期间多田荣籍故居 也将举办亲子DIY的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去做日本的祝连神 不但有吉祥的意义 也是象征应生的好兆头 多田荣籍在过年期间 2月10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 我们特别准备了两场的一个DIY的活动 那我们的DIY的主题就是配合我们整个的日式房屋的一个氛围 我们会做一个祝连神的DIY 因为祝连神其实是日本新年他们家家户户会挂的一个吉祥的一个饰品 那它代表的是一个神明降临 然后开运的意义 那我们希望说民众可以来这边亲手带自己的一个祝连神回去 多田荣籍故居在2005年的4月公告决定为古迹 现在是新北市的市定古迹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能俯瞰淡水河岸和观音山优美风景 也是不错的景点之一 记者方坚凯 林瑾瑜淡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